大家好,我是本大师,欢迎来到本资大关的观战,一把走走丁丁的小丑 幸运儿调酒师杂技加前锋,上来前锋直接撞脸 这个开局应该不会抓前锋嘛,因为这个点位抓前锋你也不太好绕他 废墟里面的前锋,你开车技术再好,我觉得前锋本身交互快,卡一些交互点跟你玩,能玩很久的 幸运儿的话这边开出了一个魔术棒,开出了一个电筒 也别说这电筒打小丑,不太好用不太好用,我感觉比他比较耐用 这边的话是直接上来给你一锤锤 小丑的话这边抓幸运儿,幸运儿这个魔术棒作用挺大 但这个电筒我觉得真的就不大,你不可能说拿个电筒把这个小丑给造瞎了吧 造成我一秒钟,得看操作 这边的话再给前锋来了这么一下 然后再补一波推进器,抓小丑呢,不,抓幸运儿呢 还是抓这边的前锋,好像是选择抓前锋 抓前锋的话,这个位置手里有闪现 前锋拉球确实不一定走得掉 就看这波,还想骗 好,那前锋这边怎么说 飞轮想来赌 这一波的话大家注意到没有看清楚了,回身看一下 刚才这边小丑有在防这个前锋的飞轮 真的是防到了所有啊 确实前锋有带飞轮的可能性 但知道这种的话,大概率前锋是应该带薄命的嘛 所以说我压根没去考虑 杂技这边来救人,那杂技应该是个薄命吧 杂技这个位置的话,对于小丑来讲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杂技如果把前锋救下来帮忙 那如果无伤就来帮忙扛一刀,前锋这边拉球 小丑手里是没有推进器的 那这样的话,前锋一波拉球进医院可能还有一定的操作吧 但这边的话可以换怪啊 我大不了 他这边打针对也行 然后的话呢,打个震慑啊 321,哎,完了,过番了 火球这边跳,想来断一句 小丑立马回头夺你火球 这个,有一说这个玩家啊,这个大哥他的这个反应真的快 或者说他的反应是基于他的那个经验 就经验够丰富 所以说他这边的话,给出的一些操作 很多都是在提前有一定的预判的情况下才能给出来 要不然我感觉没有办法 他这边一刀打上 这波针对的话呢,前锋应该是把这波球直接拉完了 拉一波球到一个最难挂人的一个地方吧 躺在这个死角 然后想要摇下来 呃,幸运这边翻一把枪想要 应该是想翻一把枪 然后来看看能不能帮忙来搞一波事 这个,这个距离我觉得挂人应该不成问题吧 上二楼直接这边椅子而明一挂 我觉得当时前锋拉球进二楼会不会好一点啊 他这边留球的话 两种可能性嘛 一个就是觉得自己万一如果说能够下来一波拉球 有些可能性 然后还有,哎,躲飞轮,好的 这波虽然躲飞轮躲的很好 但是很不小心的就是 很可惜就差这个锯断了 过来一刀冲,好的 这个就没有用了 因为手里没有闪现 直接拉锯 你飞轮都已经交掉了 你拿什么给我溜 嗯,虫子这边的话 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啊 目前来看 这边遗产机被压住 杂技这边的话 能把这个产机点开吗 点开的话其实还有机会的 但如果点不开 小丑这边可能待会会切一个尸场什么的 切尸场了应该是 因为这个尸场不切的话 这边球阮就打三人天不战了 我这边尸场一脚踹 然后这调酒师吃了钻头的 我这边先给你砸起来这一刀 你外面机子永远不够 这机子是永远不够的 那我这边再把人挂上吧 对吧,你又没博命的 你来来来来 随便你来 没博命是一个关键鞋 这边这个点拉不开 这还自己修不了 这还自己修不了 这个球者就盘不活 这边的话杂技 应该是差不多吃到了 因为两颗土球都已经掉掉了 火球刚才也掉掉了 看看能不能叙述一个新的火球 叙述一个新的火球 他要用火球断掉小丑的 就不吃任何伤害的情况 把这个调酒师救下来 调酒师救下来 新语人机子也不够 新语人现在外面再重新起机子 这边拉锯 你知道他算好这个时间是亏过半的吧 应该是 然后再逼你救人 再打针对 那你这边的话 我打一刀 其实打一刀谁都可以 因为为什么呢 我这边马上下一个锯子好了 我打一刀谁 剩下一个人 我用锯子带走 太通透了 三二一一个锯子 你飞了没好的 挂飞一个再挂另外一个 或者说这边杂技是吃了锯的 他这边拉一个推进器 去找那边的新语人都可以 新语人双持魔术棒 两根魔术棒 先回来挂人 求稳 也可以 毕竟自己是一个失常 手里面推进器只有这一个 好像挂人会更好一点 挂人会更好一点 新语人这边的机子不够 应该是一波推进器过去 然后新语人魔术棒一交断锯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会不会防到新语人这个魔术棒 来了来了 我们这边新语人 交了一个 他是交了一个分身 然后想拉的时候 吃到了这样的一个震慑 就是等于说是他被锯子打中了 然后小手这边一叫踹 好的也是该对吧 我们喜欢的 拜拜